而另外呢为了要帮助华人 若是家庭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创立25年的华谊爱心基金会 特别宣布了要联手南加州 强述中学校友会举办社区议诊活动 马上连线给记者杨平俊 本着三不欢乐三不爱的精神 南加州强述中学校友会 以及华谊爱心基金会 特别举办了议诊活动 为更多的低收入户家庭 提供免费的议诊 这次呢也很高兴请到了 City of Hope 他们来替我们做Cancer Screen 我们还有那个Memogram 就是妇科的40岁以上 可以免费做乳房摄影 我们还有38项的抽血 我们还有试子会 来替我们现场检查眼睛 我们还有中医师 一共13位医生来参与 这次我们全体动员 又除了金钱以外 我们出人出力 希望这次能够办得成功 议诊将集合南加州各地的民营 为各地民众 特别是那些低收入户家庭 无法购买保险的民众 提供这样子 从眼睛到全身的检查 那么这次议诊将会在5月5日 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上午9点 在洛杉矶的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踊跃前往 以上是东西 为杨平俊 在洛杉矶的参谎报道